so hello buddy们 又到了训练时刻 看到这个弹地带 没错 今天还是用弹地带训练 训练背部 我准备了三个动作 一会儿跟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之前先做一下热身 因为这个练背嘛 背部的动作都是 很多动作都是用到肩胶口的 所以活动一下肩胶口 活动个两分钟 肩胛骨有一个预热 不要一会儿做的时候冷不丁的 会拉伤 我可以第一个动作 这动作呢 调整你的弹地带的松紧 不需要弄得太紧 不需要做得太重 然后呢主要是以找感觉 找发力 感受为主吧 我建议做个可以多做组 次数可以多做一点 做个十八组 二十组都可以 然后呢做四组 组间休息呢不要抽个十秒 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的要点是 首先像我的话 我是把它固定在门上面 用门把这根弹地带夹住 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地方 挂在高处了 所以如果跟我一样的话 一定要注意安全 要夹紧了 如果松了弹上来 也是会受伤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动作是有点模仿 龙门间啊 两侧往下拉的这个动作 是练到你的背锅肌的下缘 把你的背锅肌下缘练出来 OK第三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是有点模拟坐姿划船 OK下一个动作 这其实是两个动作 呃双手和单手的辅针划船 床的时候注意感受 这个用了两三天的弹力带健身 我发现你用弹力带健身 虽然是跟健身房比器械比较匮乏 就是缺少器械 但是你每一次做的时候 你会更珍惜每一次的训练 更专注每一次的发力感受 所以说我认为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 呃收获吧 等你出去了以后 我相信你再回到健身房 再用上那些器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心得吧 All right 这就是今天的弹力带练背视频 Peace out